男人拿着能打赢全场的好牌 却故意放弃他们 输光筹码 只为博美人一笑 就连价值十万的兑换卡 他也说不要就不要 随便送给何官当小费 男人的阔绰 惊呆了所有人 赌场特意送来香槟 想要留住这个贵客 但没人知道 男人的钱其实都是假钞 而他本人则是著名的假钞大师 萨利斯洛维奇 他是个画画天才 不管什么东西 都能画得栩栩如生 尤其是钞票和假证 但这天萨利在做假证时 一个军官就突然撞开了他的门 原来正直战争爆发 德军大肆抓人 萨利作为犹太人 也被抓进了集中营 在这里 他看到了各种同胞的惨状 每天被打得不成人形 随意就被当场枪毙 萨利过得胆战心惊 但又不敢表现在脸上 为了博一条生路 萨利决定想办法 讨好他们的军官 而他唯一的技能就是画画 尽管他的手指全是伤口 他趁半夜没人注意时 偷偷给军官画了一幅画 可为了活下去 萨利还是忍着痛苦画完了 果然第二天他的画就被军官发现了 他拿着来问是谁画的 萨利怀着拼一把的心态站了出来 幸好他赌赢了 军官不仅很喜欢 还将萨利介绍给了其他军官 之后萨利就不用干苦力了 只要每天给军官和他们的家属画画就够了 除此之外 还能拿到最优质的食物 就这样 萨利画了五年 小到个人肖像 大到宣传强会 他全都一手包办 但这天军官却突然通知他 让他明天去总部报道 萨利好慌 因为一般去总部就意味着要寄了 难道自己也要完了吗 他忐忑地坐上了火车 像猪仔一样被送去了总部 没想到到这里后 军官只是让他们一字排开 并问他的衣服尺码是多少 说着还递给他一支烟 没多久 就有人拿着合适尺码的衣服 来让萨利穿上 萨利还以为是新衣服 结果却从衣服里摸出了一张纸条 很明显 这是别人穿过的 而且很有可能 是死人穿过的 但萨利不敢多问 生怕多说一句 就让自己也变成死人 做完这一切后 军官就把萨利等人带去了新的集中营 但没有让他们住牢房 而是拐进了旁边一个小屋 一进门 萨利就看见地上洒满了钞票 而且房间里还有很多木板和纸张 他这才知道 这里是专门制作假钞的 原来德军为了打败英国 决定制作大量假钞流入英国市场 搞垮他们的经济 但计划实行了几个月 做出来的假钞 不是手感不对就是质量不符 都不用走到英国就能被退回来 无奈下 他们只能把萨利带过来 希望能靠他的技术 做出逼真的假钞 为了收买萨利 德军给他们分配了最好的宿舍 专门的洗浴室 待遇比隔壁的普通犯人好一百倍 但如果他做不出假钞 他们就会一枪毙了他 男人只是无意间拿抹布擦了下手 没想到却做出了四亿块的假钞 原来 他正因为用什么做假钞材料发愁 纸张太轻 碎不屑太散 酱纸又太黏 怎么都不是钞票的手感 直到他无意间摸了下抹布 居然神奇般的无比衬手 便让同事们把所有抹布都交出来 他则开始分析 钞票上的字母排列组合 一刀一划地刻在雕板上 并投入最终生产 不出三天 新一批的假钞就做出来了 很快间谍就带着这批假钞 去了瑞士银行 准备开一个英镑户口 因为这里有着最严苛的验钞技术 可专家拿着这批假钞验了半小时 都没看出来有任何不对 为了保险起见 间谍甚至让银行把钞票 送去英国银行宴了 但都没被发现 就这样 这批假钞顺利流入英国市场 成功让英国的经济陷入了混乱 而萨利等人作为功臣 也得到了奖励 这天半夜 他们突然被军官喊醒 接着便让他们排成一个方阵 往牢里走去 大家吓坏了 还以为假钞出了问题 他们要被杀了 没想到军官却突然掀开 他们面前的白布 下面竟然是一个乒乓球台 这时军官才笑着跟他们说 他们工作很出色 值得表扬 以后他们下班有空时 就可以来打打乒乓球 锻炼身体 但接下来 他们还需要继续制作美金 帮德国搞垮美国的经济 大家高兴坏了 纷纷围绕在萨利旁边 感谢他带大家做出了假钞 找到了一条生路 希望他能继续带大家制作美金 说不定能有更多奖励 但萨利关系最好的伯格 却并不乐意 因为他发现 现在德军节节败退 所以才会想用假钞搞垮别国 只要他们能够拖着 不把美金做出来 就能让德军的计划破产 没多久就能战败 于是伯格迟迟不肯 做出正确的感光胶板 因此 就算其他人工作在努力 做出来的美钞 还是质量不对 为了保全伯格 萨利也只能想办法找借口 努力在军官面前拖延 说他们还需要一点时间 才能攻克美金 可军官却不耐烦了 因为当初萨利出名 就因为能做 以假乱真的美金 怎么现在他们给了 他更优质的设备器材 反倒做不出来了呢 为了吓唬大家 军官甚至在他们 打中方球的时候 把其他犹太人 带到他们墙边枪壁 一墙之格 这边是欢声线 那边却是残酷地狱 残烈的队伍 让所有人心意都很不适滋味 却也更害怕自己 也会成为枪下王魂 他们不想死 只能更努力地研发假钞 而在捣乱的伯格 就成了他们的眼中刺 为了活下去 一个同伴 干脆找军官告了命 说是有人在偷偷阻碍 做假钞的过程 军官非常生气 他把所有人都叫到一起 给了他们最后一星期 要是再做不出美钞 就把所有人枪毙 天才画家正在擦地 没想到长官 居然在他身后解开了裤子 接着就在旁边 对着他撒起了尿 水越来越多 流进清洁工的鼻子 嘴巴 他却只能屈辱地 承受着这一切 哪怕就在一个星期前 他刚因为制作假钞 为德军立了大功 现在却因为 做不出新的美人 就要被军官当狗一样羞辱 军官走后 萨利愤怒地跑出厕所 拼命在脸盆里 清洗自己的屈辱 可他却越洗越气 甚至忍不住砸烂的脸盆 同伴纹生赶来 却没有人敢问 他身上的尿字 而是让人叫工匠来羞 大家都清楚 萨利为什么会被羞辱 他们看似是军官的功臣 造出假钞打败英国 但到底还是最底层的狗 只要稍有不慎 就会被当作出气筒 而且军官还给他们 下了最后通点 要是再做不出美金 就把他们全都抢毙 大家很害怕 纷纷和萨利求情 希望他能说服伯格 好好配合 不要再捣乱了 萨利去找了伯格 希望能和他好好谈谈 可伯格却一脸悲痛 萨利接过他手上的信 才知道伯格的老婆去世了 原来他一直这么顽强抵抗 就是希望能拖到德军战败 可以出去和老婆团聚了 结果今天他才知道 老婆昨晚因为桃鱼被杀了 他的梦也彻底碎了 现在的他更加痛恨那位 就算是死 也不愿帮忙制作胶板 萨利很无奈 只能自己想办法研究 可他还没来得及开始 就被一个士兵带走了 他坐了很久的车 才发现 竟然是那个侮辱过他的军官的家 但今天他却笑容满面 热情地欢迎萨利 不仅亲手给他倒酒 甚至还让老婆孩子 来和萨利打招呼 萨利从没受过这么热情的待遇 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过了一会军官才说 希望萨利能快点做出美金 而且不只是帮军队做 还要帮自己也做一些 虽然军官没有明说 但萨利看出来了 德军真的是要战败了 所以这些军官也开始为自己找后路 而在另一边 同伴们却将伯格围了起来 他们害怕死 想用各种办法逼伯格做胶板 伯格的态度却无比强硬 就算被同伴按在地上打 也坚决不松口 萨利在旁边看见了这一切 非常无奈 他不希望大家因为这些反应 但又不想让大家因为伯格被枪毙 只能自己想办法研究胶板 幸好功夫不负有心人 在最后期限这天 军官带着子弹来到了制超市 让他们要么交钱 要么交命 同伴们为了活下去 正准备出卖伯格 没想到萨利 却突然带着两叠钞票来了 并递给军官一个放大镜 让他测试真假 军官看了半天 也没看出差别 立刻高兴地豁免了所有人的死刑 大家也立刻投入了 紧锣密鼓的生产工作 但没过多久 就有人来让他们拆除机器 对他们的态度 也不像之前那么和善了 大家这才知道 德国真的战败了 德军也退出了这里 他们都担心自己会不会被杀掉 幸好没人对他们动手 只是让他们把牢房清理干净 大家胆战心惊地过了好几天 直到这天 其他同胞持枪冲破了他们的墙 大家都以为他们得救了 可同胞们却误以为他们是党卫军 叫嚣着要杀死他们 幸好这时有人赶紧上前 脱下衣服 展示自己手腕上的编号 那是只有犯人才有的烙印 这才打消了同胞们的疑心 战争终于结束了 幸好大家拖得够久 没有及时制造出美金 才让德军没能击垮美国的经济 某种程度上来说 萨利也为胜利做出了贡献 可当他看着同伴的尸体 看着牢房里瘦弱干枯的同胞们时 心里却始终无法忘记这份屈辱和难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